除了顾飞和百事经伦,竟然没有一个人准备按时下馅儿吃晚饭的。 这帮玩家眼里,顾飞和百事经伦是变态,其实是顾摆二人眼里这些连晚饭都借了的玩家,又哪里算是正常人类。 云忠墓这大会长当年的脾性不改,送二人出谷的路上又旁敲侧击地打听了一下二人混什么行会,混得如何,顾飞懂他这意图,随便应对了两句,反正让云忠墓明白自己没这方面的意愿就行。 百事经伦却老实,加上在陆日成一入游戏就成了玩家心目中的恶霸头子,没有被人拉拢过的经历。 此时听到云忠墓打听这方面的情况,不宜有他实话实说。 云忠墓一听,这么赫赫有名的一个高手,竟然没有行会,心下大喜。 立刻开始拉拢工作,先是拿双方都是吴小强的身份套词,结果百事经伦疑惑。 吴小强?你也是吗? 嘿嘿,好像一直还没有介绍,我叫云忠墓。 云忠墓嘿嘿笑着,百事经伦挠了挠头,望了望顾飞又道。 云忠墓?吴小强里有这么一个人吗? 云忠墓看他那一脸诚实的模样,突然也有点紧张了。 自己最近几天的确没有去看游戏的经验排行榜,难不成下面有人尚未把自己给挤掉了吗? 正想找朋友确认一下。 这边百事经伦已经诱到。 吴小强,我记得是飘流、西腰舞、剑南忧、水深,还有一个我呀。 云忠墓张大了嘴,顾飞也实在忍无可忍插嘴道。 你那儿都是哪个版本的了? 剑南忧都在你手上挂过,怎么可能还是吴小强? 哦,忘了,百事经伦恍然,那现在都是谁了? 云忠墓这呆了半赏这才到。 现在是你、飘流、我、鬼童、还有逆流而上。 百事经伦挠头,显然都没听过。 除了你俩全是法师,顾飞倒是知根知底儿。 对,逆流而上,不就是你们云端成的吗? 云忠墓说,顾飞点点头,也是个行会的会长。 听说过,云忠墓知道。 鬼童千里兄弟知道吗? 云忠墓又接着打听,是霞悟城的一个女人,顾飞告诉他。 吴小强的情况其实并不神秘,有心的话,上论坛八卦一下就有了。 云忠墓其实对和自己并列的这几人都有了解。 这家伙只是借这些和顾飞找找话题罢了。 不然,那两人一说起话来,又是什么单扣、二排手、插掌、选肘之类,实在受不了。 而云忠墓现在身为实惠联盟的龙头老大,出事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只凭一腔热血,以及自己的好恶做判断了。 招联新人,协调行会成员,与其他行会交涉。 虽只是游戏里的一个领导,事实上也是有许多责任要担的。 云忠墓身处这样的位置,也想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好,当然不能再那么不经大脑。 像现在,本和对方没话说,却还努力去找话,这种圆滑的处事方式倒像是以前银月的风格了。 要换了云忠墓本来的脾性,没话,没话那就别说了呗,哪会像现在这样?找些明知没啥营养的废话,和人瞎扯。 有时候,云忠墓自己静下心来回味,都觉得自己真有点恶心。 他忽然想起了那句俗不可耐的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自己现在似乎真有几分这个概念了。 云忠墓这有一搭没一搭地扯着,渐渐又把话题弯弯绕回了这个行会发展方面。 讲了讲自己行会的建设理想,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重大问题里,当然有一个就是人才的极度紧缺,再然后话锋一转,正准备对没有行会的百事经轮进行刺探,却看到顾飞停下脚步,对他道。 好了,老云,送这么远干嘛,我俩又不是不认识路,自己回去就成了,你赶紧回去继续熟练效率练极法吧。 啊?云忠墓这一争? 感情刚才一堆子话,对方根本没怎么听啊。 云忠墓泪流满面了,自己果然还是不擅长做这事啊,无奈地正准备挥手告别,顾飞突然神色一紧。 有人? 什么? 云忠墓一争,前行的盗贼,顾飞说完飞身朝旁一跳,百事经轮反应也极快,抬手对着空气一掌,一把白石灰就洒出去了。 结果这种谷口的地方是有风的,百事经轮这一扔没考虑风向,白石灰洒出去就全被风吹回来了,沾了他们三人自己一身。 顾飞和百事经轮倒也无所谓,却苦了云忠墓,盗贼战斗的习惯就是一有一样立即前行。 云忠墓这挣钱呢,结果百事经轮一把石灰,被风吹回来一半,反把他的前行给打断了,云忠墓呆立原地,不知所措。 堂堂吴小强,PK狂乘越野城出身的云忠墓,前行时被这么一种方式打断,一时间经验也有点不够用了,完全不知道自己现在做什么好。 躲开,顾飞一看云忠墓,这会儿像个木头一样,也意外了一下。 他也和普通玩家并肩作战过很多次,这些玩家虽然判断不出前行盗贼的所在,但一般只要知道身遭有盗贼前行,都会十分风骚地跑动起来。 总之是不会站着不动,等盗贼来偷袭的。 这云忠墓好说也是越野城出身,怎么反而这点常识都没有啊? 云忠墓如梦初醒,连忙开始走位,贤熟的三五步就跨了个最自行,回身也是一把白石灰。 越野城和白石灰是近邻,随着主城之间的交流增多,白石灰这种好东西已经不是白石灰玩家才能享有的东西了。 越野城这帮PK狂人均携带数量,恐怕反而要比白石灰玩家多得多。 云忠墓这一洒可就没像百石经伦那么欠考虑了,他顺着风向直接抖开了一个包裹,白石灰被风卷得漫天盖地。 瞬时间,谷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足足出来了八个盗贼,八个盗贼清一色地蒙着脸,但云中目一撇,却已经冷笑出来。 妹猪,你个大傻逼,蒙个脸装什么算?我还认不出你个孙子吗? 顾飞和百石经伦眼中,这八个盗贼装备完全一个款式,个头身形都差不多,真是难为彼此。 云中目居然能从当中认出自己的熟人来。 顾飞对他刮目相看,而对面一人听到云中目把他名字都叫破了。 阴沉着脸,拉下了蒙面,正要说话,云中目已经脸色一变,操,果然是你个孙子。 日,那个叫妹猪顿时手忙脚乱,又想把蒙面拉上去,但这蒙面都放下来过了,再拉又有什么意义? 这不知所措的功夫,身边其他七人纷纷偷来鄙视的目光。 顾飞这也目瞪口呆呢,感情这云中目根本没认出来,而是在这儿瞎嚷嚷呢,结果对面这老兄也太实诚了,这么一下就被骗出来了。 顾飞倒不说他自己刚才也当云中目真认得对方。 云中目这演技实在不是盖的,够日的偷袭偷到老子头上来了。 云中目继续冷笑,顾飞听他话里双方肯定是认识的,而且多有过节,这种行会与行会之间的纠纷大多就是一堆烂账,基本就是为了对抗而对抗。 你非要在当中说出谁个所以然来,八成给你的答案就是,他太装逼,所以打他。 所以这种过节真没什么是非曲直。 顾飞认为,这是玩家自我寻找的乐趣,所以也不好意思破坏,于是朝云中目挥挥手道。 那老爷你忙着,我们俩先走了。 啊? 云中目很是一争,连对面那八个盗贼都诧异了,这人明显是和云中目一起的,就算不是什么特殊的朋友。 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能如此自然地吐露,我们先走,这忒无耻了点吧。 云中目也是准备不足,他记忆里还是顾飞仗义出手,助他们把前尘行会打得再无翻身之地。 哪想到,金飞许比,当时的情况有当时的特殊之处,此时的顾飞却是不想打搅他游戏的乐趣。 但顾飞要走,云中目也不可能冲上,抱着大腿哭喊,救命不要走,只能争了争,向日常礼告别养。 哦,慢点啊。 嗯嗯。 顾飞点头,头也没回的,就走了。 白石经伦跟在旁边却是一步三回头疑惑道,不用帮忙吗? 那个魅珠一看云中目这茫然若失的样,打从心底里笑了出来。 云中珠别怕,不就是想有人帮忙吗?我帮你去叫。 云中珠、魅珠,这两个互相的称呼都是这样侮辱性地给人乱改了名字。 就像云中珠其实是叫云中目,魅珠的真名当然也不是魅珠,而是叫魅炎。 这魅炎说完一挥手,四个盗贼跳出就朝顾飞和百世经伦追去。 云中目这家伙也够坏的,他一看魅炎着举动,明显就是不认识顾飞和百世经伦。 他们看到二人想走,以为是已经怕了他们,越是这样,他们就越发地想把那二人干掉,来折折云中目的威风。 其实,云中目要不是对那俩人实力完全知根知底儿,他也完全想不出,这种情况下,两个人就这么走了,会有什么其他的解释。 反正,现在看到这魅炎咨询死路,云中目心中窃喜。 但表面上还一本正经道,你有事找我,别难为我的朋友。 云中目这么长时间的行会会长,真没白干。 与无数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学狡诈了,他知道,他越是这么说,对方越要和他对着干。 他们对多杀两人可能没什么兴趣,但凡是云中目不情愿他们做的事,他们就一定会做得兴高采烈。 这就是这帮痛恨自己的对手的心理。 寻顾好你自己吧。 寻言沉声一鹤,领着余下三人,以朝云中目围杀过来。 他对云中目的实力是比较了解的,虽然是吴小强之一,但他们这边四人却也不是弱者,以四敌一倒也足够了。 这一点他明白,云中目却也清楚得很,他自然不会选择和这四人硬碰硬,更何况他还期待着一出好戏呢。 云中目不禁反推,抽身向后迂回走位,媚言冷笑。 云中目,你这是干什么,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呀。 他所了解的云中目,在这种必死的局面,理应是绝不后退的,杀一个够本,杀两个算赚。 难道是现在上尉到了吴小强,对等级开始格外珍惜了? 媚言这说着,两个眼睛都放光了,云中目越是珍惜的东西,他回起来就越是开心。 云中目也不答话,一边跑着,一边朝顾飞他们那边看去,结果这一看就呆住了。 而媚言也注意着他的举动,看到他这望出去的方向,以及那呆滞的眼神,直觉得十分过瘾。 立刻也扭头道,嗯,这么快? 是啊,好快。 云中目道,真的太快了,云中目还想抽了空看戏呢。 但现在头扭过去,那四个盗贼已经没了,顾飞和百世经伦两人正转过身来站在那儿,望着他们。 咦,还没动手呢? 媚言说。 云中目扫了他一眼,心说这家伙说什么疯话? 媚言不是在说疯话,没看到四人他不觉得奇怪,是因为他们是盗贼, 动手的时候,前行这很正常,但他很快反应过来。 他们刚刚被白石灰打出了身形,自己的前行现在就还冷却着呢。 那四个家伙现在也绝对不可能用前行,但是人没了。 这…… 媚言张大了嘴,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云中目看在眼里,爽在心中。 要的就是这效果,千里一罪和百世经伦果然没让自己失望。 顾飞原本是不想插手的,但这四个盗贼嚣张之极地上来主动摇战, 这顾飞能和他们客气吗? 抬手就干掉三个,第四个意识到不妙想撤, 结果被百世经伦练了一套组合拳,死的那叫一个惨呢。 百世经伦现在是完全开窍了。 PK全用他们骨家的火龙拳,狠辣非常。 这会儿,顾飞正犹豫,既然对方都主动找上门来了, 要不要就顺手把余下那四个也料理了, 结果就见那四个站着不动,只是呆呆地望着他和百世经伦。 哼,顾飞清了清嗓子,问,来吗? 来什么? 魅延打惊 来打吗? 顾飞问 打什么? 魅延说 你们不是想连我们一块儿打吗? 顾飞说 魅延这时,若还看不出这二人其实不是擅长, 那就太傻了, 犹豫再三后终于鼓动勇气, 可以反悔吗? 哈哈哈哈 云中目大笑, 拿得起放得下, 魅延,你真是条汉子。 魅延知道今天他是踢铁板上了, 但他也实在纳闷。 这俩人身手这么强横, 刚才为什么要躲? 魅延虽是这八人中带头说话的, 但事实上, 八人的实力不相伯仲, 那四个这么一瞬间就被干掉了, 他这四个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 而这时挂掉的四个兄弟也已经发来消息, 双眼闪, 秒杀。 这几个字说出来, 有点八卦精神的婉奸, 都该知道, 这人是谁了? 魅延瞪大了眼道, 你, 你是千离罪? 嗯, 顾飞朴实无华地点头, 和他之前说, 你忙着我们先走, 一样自然而然。 魅延这时候知道, 他的行为简直就是自杀的壮举了。 千离罪呀, 当初一个人就把前臣行会干翻了, 流言是可怕的, 当初的事件流传至今, 已经是这么一个版本了。 那是啊, 我今天还有点事, 云中珠, 我改天再来找你算账。 魅延说着, 就带人准备开溜, 乍看之下, 这举动十分幼稚, 但其实, 这却是他的聪明之处。 在得知对方是千离罪, 这等强人后, 魅延立刻想到, 那么之前千离罪准备离开, 就不可能是害怕, 而是单纯的不想插手这件事。 而后, 他又问自己打不打, 这种态度的话, 自己选择不打, 或许还真有一线生机。 能不死就不死, 这是魅延的风格。 从这点上, 也可以看出, 他和云中木是迥然不同的, 两个人互相不对付。 自然也不是毫无理由的, 除了因事而起, 那就是性格上有冲突了。 魅延这一赌, 还真赌对了, 此时他灰溜溜地想闪人, 顾飞倒真没难为他们。 其实, 这也是顾飞一直以来的PK态度, 如果对手服软认输想走, 一般情况他都不会再难为对方, 除非是一开始他就本着砍死对方的目的去的, 比如目标是不肖, 是贱男幽等人的那些时候, 再或许拥兵对抗赛, 帮纵横四海完成任务的时候, 这种事出有因, 自然要另行判断。 魅延闪人, 顾飞没礼, 云中墓独自一人也没追, 本来他已经在呼叫鼓里练及的伙伴, 赶紧来助权了。 结果, 魅延自己多声事端, 招惹于顾飞, 弄了这么个下场, 云中墓觉得好笑, 一边招呼兄弟不用过来了, 一边对顾飞道谢, 我们只是自卫, 顾飞说, 那家伙, 嗨, 云中墓连连摇头, 那是什么人, 顾飞这时也忍不住要八卦一下, 本来也是我们会里的, 后来出点事闹翻了, 退了行会, 一直和我这也没完没了的, 云中墓无奈道, 四千多人的行会联盟, 哪可能真如一块铁板般和谐, 云中墓当年小行会的时候, 可从来没这么多事, 现在总算知道大行会也未必幸福了。 这几个人有点莫名其妙啊, 顾飞说, 哦, 怎么了? 云中墓忙问道, 对我 follow, 我对issy że绝嗎, 而且一倍的最07年, 感谢观看